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进去之后是一间大房子 用山水屏风隔成两间 一边摆着床铺 一边摆着茶桌 房间里此时空无一人 茶桌靠窗摆着 木质的窗户敞开 从这儿往下看 刚好可以看到一楼的茶客还有空台 看来这里是一个茶炉的包间呢 桌子上摆了几叠干果点心 那服务员帮我们上了一壶茶 说掌柜的临时有事 要我们稍等片刻 先喝茶吃吃点心 有什么事随时吩咐 说完便退了出去 留下我和豆腐两人面面相去 豆腐疑惑地说 这是卖的哪门子管子呀 不是说已经酒后我们多时了吗 我说 人家那是客气话 不过 既然那老爷子已经平安归来 想必那贵房租是没敢找到他头上 人善被人骑 马善被人骑 难不成我幸运真的低到如此吗 连那死鬼都知道柿子挑软的捏 这么想着 我和豆腐一边闲扯 一边喝着茶吃着瓜子 等了许久也不见有人来 我们今天本来就没有安排 他又不在乎多等一些时候 虚语便听到下面传出一阵鼓掌叫好声 林高往下一看 却是空台中出现几个戏子 阴影压压的演的是潮剧 悦人喜欢看戏 更喜欢喝茶 在我们那边呢 一家人如果穷得连饭都吃不上 就更不会花钱去买茶叶了 但悦人不一样 甭管家庭条件怎么样 再穷都会买茶叶 只分好坏心尘而已 那潮剧我俩都听不懂 豆腐是一个坐不住的人 除了画画的时候 让他规规矩矩坐上两分钟 那比杀了他都还难 因此没过多久 就开始在屋子里瞎转悠 这里的摆设很讲究 但都是一些死东西 看了一圈便索然无味 豆腐于是随手抓起旁边架子上一份报纸 翻开看了一会儿 忽然疑了一声 神色有些不太对气 将报纸递给我 压低声音说 这居然是04年的报纸 你看这条新闻 我接过报纸一看 果然是一份老报纸 不是什么正规大报 而是一些八卦小报 对新闻态度不负责任 专报道一些吸引眼球 捕风捉影的消息 而豆腐所指的那条新闻 标题是一行小字 盗墓贼夜盗女时 身上长出青斑 是尸毒还是鬼上身 名字够吸引人眼球 但正规报纸上 肯定不会报道这类东西 也不会起这么有误导性的名字 我顺着内容往下看 里面还配了一张照片 照片里面的人 手臂上布满了青斑 赫然和我身上的一模一样 这是一个山村小伙子 起了歹念去挖村里的老坟 结果挖出一具不服女尸 起了邪念将女尸藏匿在家中 如此这般 数日之后身上竟长出大片青斑 去医院救治屋门 身体逐渐随青斑腐烂 男人剧痛之下 赴安眠药自杀了 豆腐显然也看出眉目来了 他难得激领一回 就说 这报纸肯定是那老头子 让人故意放在这的吧 你说他想干嘛呀 兵大臣 你这吃毒真有这么厉害吗 会不会跟这报纸上的人一样啊 那可太惨了 你放心 我到时候一定给你买最好的安眠药 你安息吧 我被这小子气得够呛了 刚想踹他两脚 房门被人从外面推开了 之前我们见过的那个老头子 一个人缓缓夺步走了进来 门口站着之前所见过的 那个大汉和年轻人 二人关上房门 守在外面 老头子看了一眼 我手上的报纸 含笑说道 看来你已经看过了 这不是吓唬你 你的尸毒如果不处理 下场绝对比他更惨 我猜得没错呀 果然是这老小子故意的 但我这人呢 最恨被人牵着鼻子走 于是就说 那又怎么样了 但我是被吓唬的 我的事也不劳您操心 咱们有事说事 没事 我可就不奉陪了 老头笑了笑 跟个老狐狸一样 说 你们年轻人 就是脾气急躁 既然如此 我也不跟你绕丸子了 说吧 从怀里掏出一个 青花白瓷瓶 瓶口用软木塞子塞住 随后他拔了木塞 手中一抖 倒出一颗赤红如血 不过黄豆大小的丹丸来 这是解尸毒的红丸 吃了的 豆腐换一手 确定这不是毒药 老头笑了笑 我给你毒药做什么 就算不给 尸毒再生 迟早也是个死 我将那东西捏起来 放在鼻尖一闻 有着很浓烈的金属味 爷爷的工作笔记里 曾经记载过这种红丸 他的全名应该叫 碧石丹 只不过外人一听 就知道 这药是干什么的 因此行话 就简称为红丹 相传这东西的研制方法 早已经失传 只在一些古老的 盗墓家族中 还留存了一些 对于混这口饭吃的人来说 一粒红丹 可以卖到天价 我只一闻 便知道是真货 味道和爷爷 所形容的一模一样 不由大为吃惊 心想 这红丸制法 早就已经失传了 可谓是保命灵丹 吃一颗就少一颗 这老头如此大方地给我 究竟异欲何为 我是个生意人 自然知道 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 但保命要紧 药已经送上门 哪有推回去了道理 当今捏了药丸就服下 只感觉入口辛辣 熏于有一股清香生腾而起 吐息之间都可以闻到 果然是奇药啊 那老头见我服下 眼中闪过一抹赞色 说 好胆色 看来我这次找你 果然没有找错人呢 无事不献烟禽 有什么话 你就直说了吧 我爷爷和你 到底是什么关系 你现在又想干嘛 老头笑了笑 这件事情 说来话长 得从三个人开始说起 耐心听我讲完 你就明白了 接着他拍了拍手 换了一副毛风 几人一边喝茶 一边听他讲 这老头姓赵 道上人称赵二爷 之所以叫二爷 并不是因为他在家里排行老二 二爷是一种尊称 过去观云长观雨 就是被称为观二爷 因此 古时候的好汉们结交 其中最有势力 有义气的 往往就被尊称为二爷 赵二爷家 网上述八辈 都是倒斗挖蘑菇的 积淀下了丰厚的夹资 当然 现在赵二爷家 已经是很少自己下地了 大部分时候 是他组织人手 找木提供装备 进行团伙挖掘 挖出来的东西 他一个人吃大豆 剩下的才给下地的人分 在盗墓这个行当里 分类可太多了 散道 截道 家族道 团伙道 甚至还有官道 像我和豆腐那种情况 两个人相互熟悉 相互信任 结合起来挖蘑菇 就属于截道 而赵二爷 则是家道和团伙道的 综合体 至于官道的话 这样的团伙很隐秘 一般也不为人所知 如果遇到了 那就得绕着走 否则必定是大祸加深 用赵二爷自己的话说 在越地的盗墓圈子里 他可是一跺脚 整个圈子都要跟着 抖一抖的人物 这次为什么会找上我呢 有来头 还和胡老虾有关 这胡老虾一向在关中活动 为什么忽然就跑到 深圳这地方来了 他为的就是胡永和下的墓 那墓里埋葬的 乃是道光时期的一个文官 为人忠正 受道光皇帝喜爱 死时 道光皇帝曾经赐下一件宝贝陪葬 这件宝贝 名叫鬼王玉龙碑 相传是清乾隆时期 一位制作玉器的民间艺人所做的 碑上记载着他的一段传奇经历 也就是所谓的鬼王玉龙 当然究竟怎么个玉法 传说多种多样 已经是难以得吃了 这杯子表面上无法看出什么 只不过往里面加满酒水之后 再拿灯烛一照 玉杯中央就会显现出一幅 连环画一样的东西 那制作工艺啊 可谓是鬼府神宫 您刚才听到的是盗墓首扎 下集更精彩